这块石头如果是扔在路边 我相信没有人会多看它第二眼 很多人的天堂在船上抱怨 说自己目前没钱呢 只是因为运气没到 或者是机会还没来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如果是以你目前的一个认知 但有一天机会真正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准确的去给它抓住 拿今天的这块料子为例 这块石头如果是扔在路边 我相信没有人会多看它第二眼 咱们看一下 整个皮革呢 它属于一种沙利状的姜环皮 打针下去也是一点表现都没有 从皮革上完全看不出来 有任何翡翠的特征 一刀切开之后换一个角度再去看它 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你看整块石头上满满的都是飘花 肉质呢非常细腻 而且上面这个花色呢也是非常灵动 整块料子因为它种子特别老 所以在皮革上呢 咱们一开始打针是完全看不到的 那么当咱们切开之后再去看它 这种由皮革过渡进来黄色的雾层 像这块料子就是很标准的达马卡的石头 像咱们平常看见一些黄翡红翡 其实都是产置于达马卡这个敞口的 那包括说整块料子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它边缘这些带黄翡的地方 像这种位置出出来的料子呢 就是大半圈带着一个兰花 然后顶上呢再带着一抹淡淡的鸡油黄 这不去给大家看的可能还不是太直观 咱们这块料子啊 上半部分已经切下来几片了 咱们找一块板料过来看一下 你看切开之后 是不是整个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那么变成板料之后呢 咱们再去看它的一个肿水 就会看得更明显一点 来拉近看一下 看中间这个花色一朵一朵的非常密集 整块板的就像是湖水里的海草一样 非常的旺盛 再往边缘这些地方去看 这些带黄的地方 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黄武城 它就很接近于那种柠檬黄的感觉了 但是前几板的非常可惜哦 由于这个板上整体的链呢 所以在黄色的地方它是没有带到 这一点呢是非常可惜的 右边这里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不仅是整圈带着一个淡淡的底色 上面有夹杂这种绿色的海草花 而且在它边缘的地方 由于黄武城的颜色渗透进来之后 它就有了这种零零星星的桂花膏 那这块板料呢 因为是今天才刚刚加工出来的 还没有来得及拿去加工 那后续呢咱们也会拿一两条 拿去起个货给大家当个样板 但是按照目前这种切开的情况来说呢 这块板料哪怕是不做成成品 它从切开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是大涨了 那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像这样的飘花手足 定家一条定在多少合适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